百货业迎来长达五天的清明廉价 业绩表现亮眼 远东SOGO表示 入店客数成长超过五成 整体业绩有两位数的成长 远白指出 对比去年同期营收增加两成 人潮成长三成 明显感受到国际观光客回流 星光三月表示 五天廉价带动出游 人潮成长两成 廉价带动人潮消费 也为各百货的母亲节挡起热身 加上现在的脱口招效应 业者也强打彩妆优惠 百货业吹响廉价前售站 开打母亲节商机 业者规划两拨档期优惠 首拨专攻彩妆保养 推出组合优惠 加赠购物礼券 甚至上万保养组合 只要五折优惠 民众看着DM听销售介绍 也思考母亲节要买些什么 六千还没有入账 所以明天如果入账的话 会考虑买给妈妈东西 买给自己啊 可能吧 化妆品 大概就是保养品吧 在打九折 所以我们今天 昨天有到对面搜狗 今天来这边 多消费经济才会好 各百货祭出母亲节优惠 远东搜狗上个月底 开强母亲节化妆品档期 目标台北三个馆 创八亿业绩 久去年再成长一成 星光三月六号起跑 初夏购物节 预估将继续带动业绩 和来客潮 Globo Mall活动 也从三月底就开跑 乐观预估整体营收成长三成 普发六千现金陆续进到民众手中 各大百货开占母亲节党旗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曾新铭 台湾台北报道